196线是三星对外的交通要道之一 更属于景观道路 但三星尾欠断杀石车往返频繁 地方反映道路两旁种植的黄金融太过茂盛 影响到机慢车的行车安全也发生过交通事故 所以先议员陈文昌 今天就邀及县府相关单位会刊 要求移除或是改中其他路数 不要让植栽成为机慢车的杀手 因为这整整久了 年久的写 黄金融变成一直拖开 拖开后他已经跟着自行车道 机车道 所以这里因为这段 大周到现在这段 刷车很多 刷车也好 像刷车这些比较大大 跟温度外像这样 刷车这些 刷车没了 当然发现够输国 所以我们乡亲建议说 这个刷车整厕所都不好 来补重 开始来种 种路数 更高也更涼 尽管也更漂亮 这是第一 第二我们希望说 因为这就是万车道 万车道希望在整个道路 我们不改善以前可以来%AC路面 让用路人可以更安全 宜兰县政府数以警官所表示 196县三星尾嵌段 种植黄金融的范围大约有一公里长 当初种植也是为了避免机慢车 不慎跌落到路旁的针钩 采用植栽取代栏杆兼固绿美化 大约两三个月会修整一次 而针对地方反映会先修剪汁液 避免影响到行车安全 平常在维护的时候 差不多两个月到三个月 可以去精修一栋 这栋差不多 整栋后才会较出路间的部分 我们会快按摩工作 本来就在按摩工作再处理 当初种植黄金融也是有它的目的所在 像我们所在 我们旁边是 在旁边就有很轻的针钩 一般人是像这样 如果不做富软的话 通常是用这些做绿美化 会保障它的安全 不要让人家一个 一个项目的钩子底 所以这部分到我们的架子 架子和架子这些 附层植栽要怎么处理 我们后来会好好地 整体去输客 去核子来处理 书役警官所所长 林志明进一步表示 宜兰县政府 长期都对重要的警官道路做检讨 重心数或是拓宽 都需要整体规划 因此会把议员跟地方的建议 做整体的研究 让这条道路兼具警官更安全 宜兰新闻记者刘耀真 采访波导 宜兰新闻记者刘耀真 采访波导